目前的话我们刚刚这个程式是没有次数限制 所以如果我要次数限制的话 大家哪边去修改 几个方法 一个就是说我在云端白板上面有放 所以如果你要参考的话 你可以在云端白板上面这个地方 第21页的地方 方法一 那我是用File回去 把File回圈改成什么呢?File回圈 OK 那总共会增加三行程式 OK 那加的位置 第二个的话方法二 多一个什么?C的变数 然后呢每跑一次我就加1 加1 那当我什么呢? 跑到几次之后 那如果次数到了 那我就跳离回圈 这个部分的话 程式大概增加了五行 那File回圈增加三行 所以理论上 那改成File回圈会是相对起来 可以让程式相对精简的写法 OK 那哪一种比较 哪一种方法比较OK 那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首先的话要怎么样有次数限制 其实我现在讲的这个部分 也是回圈的精髓 因为我发现很多人 程式写的再久 其实基本上还是对那个 就是回圈 不是不是很 我分享一下画面 还是一样那个 就是不是那么了解什么叫回圈 OK 所以我这边的话呢 主要就是比较画回圈跟File回圈的差异 所以这个地方 如果假设你们能够 这个在云端版本也有21页 所以如果你能够了解就是 如何增加那个判断次数的话 那相对的你将来就比较能够懂的 就是活用那个画回圈和File回圈之间的差异 那至于要怎么改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程式并不多 那首先的话呢 主要就是File回圈就改三行 那哪三行呢 首先第一个啦 第一行一定是把File回圈改成File回圈 所以呢习惯上 我不会直接把这个程式删掉 而会把它注解 注解的话就前面加紧字号 那除了紧字号 我喜欢用Ctrl1 Ctrl1就是把这一行当成注解 那接下来的话在它下方 就是写那个File回圈 只能跑三次的话 就是习惯上是File in range 这个Range的话呢 当然有个清单嘛 清单的话就123到4停下来 所以1.4 OK 那就跑123 冒号 好 那再来的话呢 第一个 我们就跑123 那跑完就结束了 那只是说呢 如果你跑了结束 其实没有跟使用者互动 感觉有点怪怪的 因为你跑嘛 它就跑一次 一次就是猜 猜错了 两次 三次 还是猜错的话 假设我这边跑 这样其实10好了 再10 两次 三次嘛 然后你会发现哦 它就直接 程式就离开了 为什么 因为呢 它没有 告诉你 你到底 你猜了三次 三次都没猜对啦 所以其实这个地方应该是要再多一个东西 感觉上会比较完整一些些 什么什么地方呢 就是 当你那个 所以这边最好就是在这个if里面 再增加一个判断叙述 那这个叙述的话就是当你已经猜了三次 那我怎么知道猜三次 关键应该是i吧 如果i等于3的话 OK 就是三次 而且你还没猜对 那没有猜对就是g跟rnd不相等 所以哦 如果我今天需要有一个这个叙述哦 那我可以在哪边动 就是在if的地方 也许我可以什么 把这边改成alf 然后呢 在它的上面增加一个if 如果什么呢 我刚刚讲哦 如果 第一个是说 他已经猜三次 那猜三次的话就i等于 记得两个等于3的话 意思就是说他第一次一定是1嘛 第二次2第三次3 如果他等于3 而且还没猜对 而且and 没猜对的话就是什么 g不等于哦 不等于是金探号等于 不等于rnd的话 冒号 哎有没有两个条件哦 如果这个条件为true 而且这个条件为true 而且这个条件为true 那就是他已经猜了3次 而且没猜对的话 那做什么呢 那就printer printer什么呢 printer就是答错了 只能够拆3次 所以这边的话呢 那最好贴心一点 可以怎么样 把那个答案告诉他好了 所以哦 这边我想了一个方法 就是printer OK 答错了 只能够拆3次 只能够拆3次 顺便呢 贴心一点哦 把那个答案为 正把那个答案告诉他 答案应该是r 这个rnd 实际上就是这个乱数的里面的词 把答案顺便告诉你好了 OK 所以哦 基本上我增加了3行 第1个for 1到3 1到3嘛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 如果拆了3次 而且没猜对的话 那我就跟他讲 你只能拆3次哦 答案为 最后还要多一个动作 就是呢 没没没 当然理论上 我们这边后面应该再加一个break 不过因为for回圈子跑3 所以你 基本上你不加break 他一样就是break 所以你如果加break 那等于是多余的 OK 所以那个break其实不用加哦 那么来试一下 执行一下 猜10好了 应该太 再猜10好了 三次了嘛 好 有没有 刚刚是直接就跳太低 他不会告诉你 那这里的话 因为多一个逻辑判断 所以呢 我这边会多一个什么 答错了 只能拆3次 而且最后的话呢 把这个答案 有没有 RND的 里面的词 帮我把他什么 直接就放在这边来 让使用者知道哦 原来答案是20 OK 所以这样的话呢 是第一种的方法 就是说用for回圈 把画我回圈 改成for回圈 有没有 所以哦 画我回圈 画我Email的话 蛮好用的啦 其实我有时候画我回圈 反正我 假如说那个逻辑是不断去执行的话 那我就画我Email 可是如果次数限制的话 那我就是for i in range 看要跑几次 OK 大概这样 那另外的话 多一个叙述就是 如果哦 有没有 所以本来是这边没有这个东西 那我只是什么 把他在下面这个逻辑 把他前面加一个EL 在上面多一个逻辑 然后很口语化啦 如果他已经猜了第三次 第三次嘛 而且没猜对 OK 其实你会发现 这个还蛮 蛮口语的啦 OK 然后就跟他讲说答错了 答案告诉他 OK 那这个的话呢 是用for回圈的方式来玩 那当你想说 不过这个做完之后就会有同学说 老师那可不可以 我还是比较喜欢 习惯 用 坏回圈 那如果我一样用坏回圈 那我 可用什么方式 可以 可以改 就是可以让他怎么样 确定是三次 的方法 我想请各位先试试看 那这个程式 我是把它放在云端白板里面 这个相对的会 可能会对各位来说是会比较难一点点 但是应该也不难理解 那这个蛮重要的 因为如果你将来要比较那个 我一直强调 坏回圈跟for回圈的差异的话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还蛮 我觉得蛮好的一个例子 OK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把那个刚刚讲的这个 坏回圈 坏 email号 改成for eye in range 让他跑三次 我再做一个判断 我再做一个判断 好 中文字幕——YK